好 我们中华民国漏洞连连 我们看到前天发生的 瞎事 夸张的事情 对岸的一艘游艇 我不晓得怎么形容它 渔船 快艇好了 快艇来闯进长驱 植入到我们的淡水河 就已经登陆我们的 这个渔轮码头了 它在里面游51分钟 结果现在进一步查出来 这个人的身份 他是共军的前舰长 开着快艇 闯入我们淡水河 现在海巡署说 对 我们有疏失开砸了 可是这十个人被处罚的 寄过的都是第一线的小将 就是第一线的人员 这个高层都没有监督的责任吗 我们首都的海防 四道程序把关 通通被对方给破解了 我们看到包括它航行了 35分钟抵达渡船头滞留 还闯入我们的雷达范围 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来追究 原因呢 我们来看到相关的报道 我们的雷操手认为它是误判为它是我们的国际游船 所以就通报安检所跟暗时整理持续监控 9日早上9点44分淡水外海6海里 海巡雷达锁定这艘中共船艇 8分钟后船速以18节到了3海里处 但让守望哨雷达监控 10点15分船都到了0.5海里 巴黎守望哨持续监控 之后进了淡水河淡礁大桥附近 海巡雷达组就这么盯着 全程未回报管制官 夸张的在后面 因为这时巴黎守望上目视 确认非本国级船只 5分钟后这艘中共船与巴黎渡轮插撞 34分钟后10点54分 海巡接获业者通报 中共船只需往港内缓慢行驶 约15分钟后 靠岸淡水渡船码头被抓 确切位置在哪淡水老街附近啊 中间是有30分钟的时间 针对北部分署分署长 一直到雷操手 总共有10位 分别处以深切到寄过的处分 承认人为疏失 只是淡水和口都是 海巡择权范围待命舰艇 都没出动 这是纯属他个人行为 民进党当局没有必要草木皆兵 这个民众回到大陆后 我们会依照相关的规定 进他进行处罚 国安会海委会都指出 陆南具有共军背景 必须详查来台动机 是否有大陆官方操控 好 这一名男子60岁 他有大陆解放军的背景 那还是少校 那我们看到陈兵华 这是中国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 他就讲了这是个人行为 因为第一时间他是说 他是要来投奔自由的 来 委员你怎么看 这件事情我昨天知道的时候 也觉得真的必须要彻底检讨 因为民众后来再厘清了相关的事实 就是说我们管不林主委 他是说系统没有出问题 是人出问题 就是陈储了10个人之后 但我还是觉得 这个民众期待的其实就是 以我们的海巡 加上国防应该要在更外海的地方 就被拦截 后来居然是在就是渔人码头 因为我是淡水人渔人码头 我也非常的熟悉 在那里然后撞上就是交通 好像是旅游 交通船 对 交通船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边才出手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 真的是需要彻底检讨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行政院长祖荣泰 他有公开致见 然后国防部跟海巡述 也都表达就是必须要彻底检讨 刚刚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说 虽然对岸说这是个人行为 可是这个人 他有军职 前军职在身 所以是不是个人行为 我觉得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国防部 顾部长他也说 不排除这是一个灰色干扰 就是用这种灰色地带 看起来像个人行为的部分 其实在干扰台湾 那整体讲我想这个部分 包含目前看到的就是 海巡署有提到就是 他们也会在科技上检讨 那因为他们为什么 其实是有发现这艘船 只是因为当时发现的点上面比较多 所以误以为是台湾自己的渔船回来 因为方向上他们的判断不一样 我想就是在科技上真的有必要提升 包含海巡署自己提出来的 说应该要有就是相关的科技的提升 那也包含我们自己国家的渔船 应该要建置一个识别的系统 那我真的觉得亡羊补牢这应该做的 那也加上刚刚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美国的那个无人机的计划 那我觉得我也同意主持人讲的 就是要自救才能 就是说他就 那我们自己的国防体系 包含相关的 就是说疏失如果有动的话 一定要补上 那我们的民主盟友 那可能我跟那个林委员 那个想法不同是说 我觉得民主盟友还是很重要 包含美国 日本 欧洲 澳洲甚至就是说 争取印度等等 因为我们跟对岸就是不对的一个战力 那不对的战力下 那其实我自己听到的 就是说美国相关的 因为我去参加国防安全院 办的相关的研讨会的时候 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嚇阻 所以包含他讲这个无人机计划 当然这还是在一个计划的阶段 那为什么会说出来 所以最重要是嚇阻 嚇阻就是说其实没有人希望战争的发生 那必须要让中共 就是完全不敢轻举妄动 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当然那大家其实目标一致 都希望确保台湾的和平 那怎么样确保和平 又是自由民主的话 可能在国际战略上有不同的做法 那我觉得蛮重要 就是说能有更多的对话 那再回来讲刚刚这题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发生 真的是要彻底检讨 然后补上这个漏洞 让所有的民众都放心 我回应一分钟就好 我从头到尾没有说 我们不需要美国这个朋友 或是日本甚至说印度 我没有讲这个问题 我只是要告诉你 朋友再重要 他的利益跟我们的利益 不是完全重叠 我想这是我们都同意 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 好到这种程度 两国的利益 在这次加沙走廊问题上 也呈现不是重叠 台独人喜欢假设一件事情 台湾的国家利益 跟美国是完全重叠 是这样一回事吗 第二个 当你的朋友做出一个建议的时候 你自己要去哄良 这个建议符合不符合 我们台湾自己的国家利益 那我要讲的是 美国曾经叫我们放弃金美马祖 你认为这是不是好的主意 老奖就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美国给他很多的 包括引诱也好 包括压力也好 老奖一定不接受 所以最后金美马祖 还到现在为止 牢牢靠靠靠的在我们手上 当时如果听了美国的话 金美马祖现在已经没有了 所以朋友的话可以听 但是最后的决定权 要看符合不符合 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 委员 这点我也同意 这个海巡的事情 我从两个观点来看 一个是内部的观点 其实我刚刚就跟志恩姐在聊说 这是密录系有没有 因为我们在权健人院长 即将卸任之前 我们才播的特别预算 2100万 针对2月14号 那一次的两岸之间的撞船事件 从2月14号到现在 已经超过100天了 你说的密录系是海巡 这次也是海巡 可是问题是他从外港进来 我实说有没有 因为他们现在做有三个版本 刚刚如果看看没有错 有三个版本 那三个版本的话 应该要有密录器说 当初这个是怎么进来 应该会有一个video 有证据我们才能说话 可是那密录器录不到 是吗 他是在雷达站 然后他这样进来 为什么会把它拿出来 讲的原因是说 因为2月14号到现在 100多天 那这个罹难者的遗体还在台湾 那还在台湾的时候 然后去拜的人 应该不是海洋会主委管碧林 应该不是顾立雄 顾顾防部长 那拜的人还是这些基层的 海巡人员 那今天被检讨 被责难的人也是他们 也是最基层的人员 我记得在2016年 那个3月7号的时候 有一位立法委员讲过 不要牺牲基层 该下台的人知道 自己该做些什么 那刚好这位立法委员 现在在做海洋委员会主委 叫做管碧林 那2月14号的时候 他做这样的事情 现在他还是在做 跟当上最痛恨的事情 一模一样 所以这就是另外一方面 从今年2月份开始 我们看到的状况 在于海巡上面来讲 当你一个外航领导内航的时候 势必对于我们内部海巡 海巡所有人的士气跟纪律 是有破坏 甚至是大幅度消遣 他们实际上是站立的 这是我对于我们这个 海巡可以是国防 国安危机 另外国外的话 我刚刚回应一下林委员的状况 就是说 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个 比较中肯的东西 就是有关6月2号的 香格里拉对话 6月2号的香格里拉对话 两边的国防部长 两边的大将都有讲话 中国有去讲话 美国有去讲话 美国是Austin Austin在那边做出一个 很奇特的动作 因为那个时候 Marcus Jr.小马可是直接说 如果菲律宾有一个人死在南海 我们就要视为战争的行为 We see as act of declaring the war 这句话是在国际方 很重的一句话 可是讲完之后 Austin美国 Austin美国这边马上回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换句话说 这个香格里拉对话 是CIA在新加坡 特地办的一个国际对话 是一个国际论坛 那时候 泽伦斯基也去了 那个时候 然后小马可是在讲话 基本上是个 这个香格里拉对话 基本上就是去聚焦在大陆的威胁 但是从中间看起来变成说 他们并不想 并不想把这火花爆出来 因为美国现在目前 刚刚讲到除了科技之外 除了交情之外 战争最主要打的是资源 那如果以美国的状况来讲 他们现在有四个 有可能的战场 俄乌 尾巴 南海 最后面是两岸 台湾两岸 而他们的优先顺序 我们如果很客观的来评估的时候 优先顺序会是什么呢 一定是俄乌最先 再来是尾巴 再来是南海 最后面才是两岸 变成说 不是说我们不重要 但是compared to the three previous we are more expendable 在其他三个的优先顺序中间来讲 我们是相对比较 价值可牺牲的 同意 我会认为这是个很严重 内部也好 外部也好的国安危机 之为建拙 不过这一位直传 我们淡水河的陆军 就是中国大陆的前少校 他登陆之后 他把他船上面的记录器给 航行轨迹全部都给删除了 这件事情的确非常的诡异 很可疑 有可能是在做压力测试吗 还是说其实解放军 有在背后派他过来 这件事情其实还要再继续 追查清楚 所以在为什么 有什么反应 有什么本 kald 三好 息 探索 实际 我觉得 字幕如